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一五日电 台湾一名高中生确诊2019冠状病毒疾病 达停课标准 目前匡列相关接触者16人 中央流行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惊天坦言 此案对社区感染形成压力 匡列的接触者会更多 教育部表示 这名学生就读班级将停课14天 学校也将消毒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下午在记者会宣布 新增6例COVID-19俗称武汉肺炎确诊个案都为境外移入个案 相关个案的足迹包含泰国、日本、北海道、埃及、土耳其、路败、西班牙、希腊等 其中案59为北部十余岁男性 为一名高中生 应确诊2,019冠状病毒疾病 以达班级停课标准 该校也被列为重点学校 启动相关疫条和加强消毒 目前案59匡列相关接触者16人 但疫情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副组长庄仁祥在记者会表示 这名学生早上才确诊相关接触者持续匡列中 陈时中也表示 对岸59比较担心 其1月与家人同游希腊出国很久 3月5日才返台 12日出现喉咙痛情形 13日因咳嗽、流鼻水、头痛等症状就一 时间拉得很长 对一条 社区感染形成压力 且匡列的接触者会比目前匡列的多很多 根据教育部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武汉肺炎、疫情停课标准 高级中等以下学校一班有1人被指挥中心列为确定病例 则该班停课14天 教育部国民级学前教育署长彭富源指出 依据教育部停课标准 确诊学生就读的该班已达停课要求 后续将配合指挥中心一条 完整搜集确诊学生相关接触史和上课记录 并承报指挥中心 学校同时也会进行消毒作业 彭富源指出 先前教育部已提供开学防疫备用物资给各校 针对确诊学生就读的学校 教育部也列为重点学校 将提供更多防疫物资 并请该县市教育局处提报需求 教育部会尽力协助 针对停课部分 也已演练线上补课 指挥中心补充 至于教师部分 将进一步了解确诊学生在教室里的座位 以及与授课教师的互动 再决定教师是要居家检疫或自主健康管理 彭富源提到 目前发给各校的防疫备用口罩 除了提供给有呼吸道症状的学生 老师外 也可以提供给校内护理师 警卫测量体温的人员使用 编辑管中维